2022年絕對重磅的打房政策 政府獨牌眾議加上選舉年封肩刀口下 讓原本不容易通過的 預售屋禁止換約政策 在這個氛圍下沒有意外的話一定會過 這跟禁止紅單炒作不一樣 預售屋的合約有多少是正常家庭買房者在這裡面 就像在家裡撒農藥殺害蟲 雖然蜘蛛蟆蟲蟲都會被殺光 但寶寶跟老人家還在房子裡啊 執行長川的觀點是 房市過熱會讓世人瘋狂 但為了殺死投機客的政府 是否也殺到狂人呢 嗨 我是執行長川 台灣房市面對未來預售屋 轉賣通殺的政策殺手箭 被套的 還沒買的 還想買的 不知道該不該賣的 這一集我用理性的分析 帶大家來推演未來的世界 如果你能動心未來 對於你的下一步的選擇 絕對有決定性的幫助 所以我們最先要搞懂的是 房市上漲的原因 跟如何下跌的方法 金漲創簡單說明 房價要上漲的四大條件 先不用說投資客有沒有炒作的部分 目前建築的原物料成本確實是漲價 而且是不小的漲幅 缺工的情形也嚴重 所以工料雙漲的大環境 給了建商許多調漲價格的理由 業者根本沒有低價銷售的道理 因此買方也逃不到便宜 市場的資金目前還是很豐沛 利息未來即使上漲到2%到3% 在房地產的結構中 都還算是可以承受的範圍 加上空污率其實這10年來都在降低 老房子多都更速度慢 很多蛋黃區要有大量的產品試租的情形是不高的 我們再來看看房市下跌的條件 政府打房的政策 短期內一定有抑制上漲跟成交量的一個效果 但對於跌價卻也是有支撐 預估在預售屋禁止換約後 想逃命的賣盤被鎖起來了 這會減少更多預售屋降價求售的機會 貸款層數限制跟利率的提升 在市場出現供過於求時 的確是房價走下來的條件 以目前台灣的景氣來看 也沒有不景氣跟衰退的現象 所以我們把多空兩個核心條件比對一下 你就可以判斷兩個方向誰的基礎事實是比較明確 就可以推斷之後房市的趨勢大概會怎麼走 依照執行長創的看法是 短空長多 只是這個短空有多短而已 但我還是要中肯的講 很多基本面脫離現實太多的地方 大幅修正的可能性很大 建商是蓋房子的根本 也是新城屋的唯一來源 目前建商面臨的兩個大難題 第一個就是原物料的狂漲 跟缺工導致成本大量的上漲 像鋼筋漲了56% 開挖基地要做的連續壁工程 漲了一倍多還缺工 其他原物料的漲幅也差不多 多在30%到50% 在這種情況 你要業者怎麼可能是去低價賠售呢 第二點是政府一連串針對建商的打擊 包括是銀行緊縮資金的放貸 許多中小型的建商找到資金 加上原物料漲不回頭 原本先壓著不開工 但政府的管制趨嚴 限期開工下變成賠本也要逼著幹 綜合以上的兩大因素可以推估 將來有不少中小型的建商會倒一批 還能存活的建商也會採取封盤不買地了 大型建商將容易成為寡頭市場的主宰者 如果未來建商減少 又不太願意再蓋新房 推案供應量肯定又會再大幅減少 好那我們來講講預售屋禁止換約後市場的推演 我覺得賣壓少一半的預售屋 將會被蓋牌鎖住籌碼 也許你所痛恨的投資客 投機客都會在這一波無差別的噴灑農藥中 像是殺蟑螂害蟲一樣死傷無數 但無辜到老人小孩也一樣關在其中被一同撲殺 像是情侶分手、家庭失和、生意失敗的人都不能脫手 整個預售屋的市場將完全蓋牌 市場中預售屋自售客的房屋的物件消失後 實價登錄在成屋前將沒有任何一個一般買賣方的交易紀錄 你能參考的行情一切以建商開價與成交登錄為參考的基準 這邊順帶一提的就是 以目前建商在成本上漲、大環境看多的情況下 要建商賠本降價是很難 加上少了散戶自己丟出來賣的價格來亂 會很統一的以建商開價的標準為標準 因為籌碼已經鎖起來了 在成屋前因為沒有人可以拿出來賣 所以真實的市場自由機制的行情 也要等到成屋後大家倒出來賣的價格 才能夠知道這個建案是漲還是跌 但是通常能夠被鎖這麼久又沒有斷頭的賣方 基本上應該都有能力去盤下這間屋子 加上房地合一2.0要磕到45% 這個成本一定是加上去轉價給買方 真的急到賠本賣的屋主應該是極少數 因為要斷頭的在管制期間早就撐不住賠違約金先退場了 所以在預售屋轉成成屋前賣壓會少了一半以上 基本上少了撐不住的賣盤丟低價的可能 預售屋的價格只會更穩 因為除了建商外沒有任何物件可以再被拿出來倒貨 就好比說某一檔股票被限制散戶不可以再賣出 公司派官方就可以肆無忌憚的拉抬股價 也不會有任何的賣壓 這麼乾淨的籌碼股價要拉升只會更容易 因為沒有賣盤沒有賣盤沒有賣盤 很重要所以執行展創說了三遍 未來當你看上某一個建商某一個案子地點很棒 你很想買下建商跟你說他只剩散戶 你將沒有別的選擇 因為建商一平開價100萬到底算高還是低 你能怎麼比較 除了建商你完全沒有別的管道去買到這個物件 當然反之有很多體質不好的建商 推出先天條件也不怎麼好的預售屋 這個時候的確是很有空間去談出利於買方的條件 那我們再來看看未來會展會跌的區域 其實炒房真的很可惡被管管也是應該的 健全房是很重要 執行展創做個比喻 今天能夠被炒作就能影響的市場 就像是過去股市中一堆不健全的小公司股票 只要有點資金的作手就可以操作它的漲跌 像現在你聽過台積電會被主力炒作嗎 越大股本的股票就越難炒作 執行展創認為在過去十幾年的打房 最核心的蛋黃區反而相對的成熟 像台北在這一波暴漲中反而溫和的還漲 台北房價雖然大家都覺得價格高不可攀 就像大家知道黃金貴 即使買不起 卻也沒有人敢說黃金沒有價值 但目前最誇張的是暴漲最多的居然是蛋白區跟蛋殼區 反倒是真正的蛋黃區台北市沒漲多少 很多當初覺得蛋黃貴的 後來看到蛋白蛋殼區的大起大落 資金的鐘擺效應很可能蕩回來核心的區域 過去台北市一坪破百萬覺得高攀不起的人 卻也不敢說台北市沒有那個價值 現在連竹北原本一坪25萬都可以叫到一坪40幾萬 很明顯有些標的是投機炒作出來的 將來要跌時台北市一坪100萬掉到95萬 還是一堆人搶著要接 蛋殼區的套牢戶一坪40萬丟出去25萬都不見得有人敢接 痾…就像是淡水吧 所以執行長創認為 將來佈局在台北市跟新北市的核心蛋黃區 除了相對安全外 很可能下坡補漲的會是這些區域 因為剛性需求會出現在真正有人口的生活圈 即便是你覺得價格高 也正因為有價值才會居高不下 因為目前蛋黃區的高 是自身價值夠高的因素 而不是刻意被炒高的 蛋殼區能夠跑還是建議趕快跑 如果你的房子在蛋黃區 還真的是沒有什麼好怕的 教你利用最後機會摸清虛實的技巧 想要買預售屋標的 我就可以利用這一次 預售屋禁止換約的政策上路前 搜尋網路平台跟各大房仲網 看看在賣這個預售屋的案件多不多 就可以判斷投機客多不多 因為將來一封關就鎖住籌碼了 如果這個階段到處逃命的都不多 大致上乘戶後房價就會相對的穩定 其實執行長創自己手上擁有 全國連鎖品牌的事業 也輔導不少其他品牌的企業老闆 房地產是每個做生意老闆 必定涉足的資產領域 因為賺到錢的老闆第一件事會做的就是買房 做生意要周轉時也常有房地產的資金槓桿操作 所以執行長創會做本集的內容 也是想分享給其他老闆們 面對未來房地產市場的變化 洞悉裡面的細節才能夠有效地 預判自己的資金調度 免得被打房的政策卡死自己的資金 影響事業版圖的發展 執行長的知識來自於人脈 經常跟國稅局的長官、建設公司、司法圈、商業界的朋友 飯局、酒局中 可以收集到不少的知識跟看法 衍生出我對未來的觀點 做生意到一個層次時 你往往缺的不是錢 而是人脈、資訊跟知識 這些資訊可以讓你洞悉未來 能夠預測未來趨勢的能力 就是商場中的超能力 我也不吝嗇的分享給取得這些知識有困難的朋友 因為說不定有機會的話 我們也能成為朋友 所以你想進一步聽聽我更多的創業經商思維 以及更多我的實戰創業故事 請訂閱跟開啟小鈴鐺 不要錯過我們更新的內容 我是執行長Trum 我們下期見